海盛同志 博明同志 洪波同志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谢谢总书记 谢谢全国人民 你们是进驻天河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 将在太空驻留三个月的时间 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 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你们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生活怎么样 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感谢总书记关怀 我们的身体状况很好 我想工作进展胜利 我是第三次实行任务 在太空和新章工作和生活 交建越来越好 我们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有了长期再回运营的家 身处遥远的太空 身处遥远太空 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感到骄傲和富豪 报告总书记 我是第二次执行任务 能够参加这次任务 所深感使命重大 无上光荣 后续我们将执行两次出张活动 和操作机械地的一系列基础验证实验 我们一定精心操作 确保这项实验圆满胜利 报告总书记 我是第一次进入太空 已经适应了新章环境 饮食取军和工作和状态良好 还能与家人视频通话 我们的太空家园很温馨 很舒适 我们得完成好后续任务 充满献心 很好 看到你们的状态很好 工作也顺路 大家都很高兴 建设空间站 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旅行碑 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做出开拓性贡献 你们是新时代 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 贪灯者的代表 希望你们密切配合 圆满地完成 后续的任务 祝你们在太空工作生活顺利 我们在北京等候各位凯旋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指示 不如使命 不负重拨 先决完成 这项任务 请总书记发言 请全国人民发言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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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 都应 你